大家好,我今天又为大家讲的故事是玛丽的硬币 玛丽非常珍爱她的那枚十分的硬币 那是祖父一个月钱给她的 她一直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小红盒子里面 决定用这枚钱来买她的向往依旧的糖果 食品店门前站着一位奇套的小女孩 穿着一身已经褪了色的衣服 眼巴巴的看着橱窗里的糖果 玛丽情不自禁的问 小姑娘,你在想什么呢? 小女孩吃惊的盯着玛丽 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和蔼的跟她讲过话 她略带难过的说 我想吃那些面包卷 我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 玛丽就自己说啊 玛丽,你早饭跟午饭,晚饭都吃得饱饱的 而这个可怜的小姑娘还没吃过一口饭吧 把硬币给她吧 她比你更需要她 玛丽不忍心看见小姑娘那么饥饿难过的面容 就把硬币放到她的手上 不等她说话 就自己走开了 玛丽感觉自己真的很幸福 好像已经把那个挂在窗边 诱人的糖果吃到嘴里一样幸福 今天故事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